今天要講一個我心中暗爽30秒 太陽表面有一些高速的帶電粒子向外面噴發 我們稱之為太陽風 太陽風 高速的噴發在這裡 這些帶電粒子很多都是紫 紫啊什麼字啊不管它 這些帶電粒子定到地球的時候 會受地球磁場的影響 偏向南北極這個下學期的理化會交 電流磁場受力下學期的理化會交 偏向南北極發南北極上方的空氣 使它發光又發出極光 Aurora 極光 我說心中暗爽30秒就是斜策 好了 問題極光是受到誰的影響 地球磁場 其實課本沒有 當初考的時候 課本其實沒有特別仔細的交代 但是我有交 我的學生應該會 所以心中暗爽30秒 極光 當然叫做天空的霓虹燈 天空的霓虹燈 極光 太陽風 太陽噴出了高速帶電粒子 受到地球磁場偏向南北極發空氣 發光叫做極光 這就是地球磁場對我們的保護 保護 不讓那些高速帶電粒直接衝擊到我們 這就是學徹底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心中暗爽30秒 那個 94年學徹底 問你說極光是 為什麼來 為什麼來的 地球磁場 為什麼來的 地球磁場 有這樣的作用 不過你剛剛也猜得出來 自轉嗎 太誇張了 風 更誇張 更誇張 所以大家猜一猜 應該猜一猜 應該是地球磁場 就到底旺季老師教的 應該用猜的 應該也猜得出來 OK 再來有個極光的影片 好美麗 日式光 日式光 真假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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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個 很可憐 快樂 那天啊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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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的極光為什麼 上午 快樂 上午 放棄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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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有些人問我說激光都是綠色的嗎?不是 但大部分是綠色的,這跟它裡面的上空的,氣體的成分有關 高中的化學會教,要有特殊特定的能量才可以激發空氣 不同的原子激發出來的光的顏色會不一樣 如果我沒有記錯,那是因為養原子的關係 但是它還是會出現別的顏色,不過大部分都是綠色的 現在有些人會去揪團,去欣賞激光 如果你是跟團走,就沒有問題,那個跟伴的人一定會注意 如果你要自己呢,要打算去冒險去看激光的話 第一個你要到高緯度地區,就是越北邊或者是越南邊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要去北極看激光,請冬天的時候去 要去南極看激光,用台灣的夏天的時候去 因為他們是永夜 如果你夏天去北極看激光,它是永驟 就不用看,不用看 但是如果你是揪團去的,那個揪團的人應該會知道這個事情 如果你自己要冒險,你自己要注意 就是跟各位看一下激光 考過了,它是因為地球磁場 然後激發空氣,發出耀眼的光芒 就叫做激光,OK